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新的课文 好 上课 起立 老师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我们在晴天里去山间听溪水流淌的声音 下雨的时候 我们听雨打残河的声音 下雪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赏雪景堆雪人 那么今天 我们一起来欣赏金色的草地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人教版 步编教材 三年级语文上册的第十六课 我们一起来读出课题 第十六课 预备 起 第十六课 金色的草地 真好听 把这个得读得轻点 短点 第十六课 金色的草地 预备 起 第十六课 金色的草地 真好 金色的草地 这篇文章啊 它的作者是普里石文 出生于1873年 去世于1954年 他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史上 极具特色的人物 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商人 地主家庭 童年时代 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 他的主要作品有随笔集 飞鸟不惊的地方 黑色的阿拉伯人 等 他还有中篇小说 人参 等 那么 金色的草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 怎么样的画面呢 现在请我们打开课本 第六十六页 身坐纸 脚放平 认真听老师读课文 注意 听清每个字的字音和每个句子是怎么读的 第十六课 金色的草地 我们住在乡下 窗前是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长满了蒲公英 当蒲公英盛开的时候 这片草地就变成金色的了 我和弟弟常常在草地上玩耍 有一次 弟弟跑在我前面 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 喊 谢料沙 他回过头来 我就使劲一吹 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的脸上 弟弟也假装打哈欠 把蒲公英的绒毛朝我脸上吹 就这样 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快乐 有一天 我起得很早去钓鱼 发现草地并不是金色的 而是绿色的 中午回家的时候 我看见草地是金色的 傍晚的时候 草地又变绿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到草地上 仔细观察 发现蒲公英的花瓣是合拢的 原来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 可以张开合上 花朵张开时 花瓣是金色的 草地也是金色的 花朵合拢时 金色的花瓣被包住了 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 多么可爱的草地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 从那时起 蒲公英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一种花 它和我们一起睡觉 和我们一起起床 好了 孩子们 请也自由地按照你喜欢的方式 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吧 边读边标出自然段的序号来 开始吧 可以放开你的声音 自由地去读哦 第十六个 自己读自己的 金色的草地 我们住在乡下 门前是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长满了蒲公英 当蒲公英盛开的时候 这片草地就变成了金色的了 我和弟弟常常在草地上玩耍 有一次 弟弟跑在我前面 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 喊泄料声 喊回过头来 我就使劲一吹 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们的脸上 鼻鼻也假装大哈欠 把蒲公英的绒毛朝我脸上吹 就这样 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有一天 我起了很早去钓鱼 发现草地并不是金色的 而是绿色的 中午回家的时候 我看见草地的 傍晚的时候 草地又变绿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到草地上 仔细观察 发现 蒲公英的花瓣是合拢的 原来 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 可以张开 合上 花都张开时 花瓣是金色的 草地也是金色的 花瓣合拢时 金色的花瓣被帮住了 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 多么可爱的草地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 从那时起 蒲公英秀秀 我们最喜爱的一种花 它和我们一起睡觉 和我们一起起床 嗯 发现同学们读得都特别认真 下面我来检测一下同学们的读书情况 第一自然段 第一自然段 缺家术 你来读第一自然段 他在读第一自然段的时候 注意 我们这一段里边有什么要学的词语 认真读 开始 我们住在乡下 窗前是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长满了蒲公英 当蒲公英盛开的时候 这片草地就变成金色的了 嗯 读得不错 我们可以画出词语 盛开 盛开 当然了 我们还要画出来带有生字的词语 比如说 蒲公英 好 第二自然段 第二自然段 张子虞 我和弟弟常在草地上玩耍 有一次 弟弟跑在我前面 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 喊 蟹料沙 他回过头来 我就使劲一吹 把蒲公英的 把蒲公英的龙毛 吹到他的脸上 弟弟也假装打他钱 把蒲公英的龙毛朝我脸上吹 就这样 这些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好 谁来帮帮小鱼 让小鱼读得更好啊 陈陈你来帮帮他的忙好吗 他有两处错误 他有一个错误就是 就这样 他读成了 就这样 这些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不少欢乐 不少快乐 对 他读成欢乐了 是吧 好 听得非常认真 那我们在这一段里边 要画出哪些词语啊 比如说有玩耍 注意在第二行里边 这边有一个词语小语读得特别准 一本正经 一本正经 哈欠 哈欠 引人注目 引人注目 好了 那第三次然段 谁来读给大家听 好好摸 有一天 我起得很早去钓鱼 发现草地并不是金色的 而是绿色的 中午回家的时候 我看见草地是金色的 但晚的时候草地又变绿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到草地上仔细观察 发现蒲公英的花瓣是合笼的 原来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 可以张开合上 花朵张开时 花瓣是金色的 草地也是金色的 花瓣合笼时 金色的花瓣被包住了 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 嗯 好好摸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谁听出来了 第三自然段最后的一句是 花朵合笼时 对不对 不是花瓣合笼时 那好 那第三自然段 我们要画出哪些词语呢 杨杨 钓鱼 嗯 钓鱼 接着 花瓣 花瓣 还有 合笼 合笼 好了 很简单 是不是啊 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后一个自然段 晨晨你来读 多么可爱的草地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 从那时起 蒲公英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一种花 它和我们一起睡觉 和我们一起起床 嗯 读的声音多么好听啊 好 可爱的草地 有趣的蒲公英 我们要把这些词语画上 好了 同学们 我们呢 看着课本上画出来的词语 来读一读吧 大会儿 大会儿我可是要检查的哟 开始吧 蒲公英 蒲公英 盛开盛开 玩耍玩耍 一本正经 一本正经 哈欠哈欠 一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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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 钓鱼 花败 花败 合拢 合拢 可爱的草地 可爱的草地 有趣的蒲公英 有趣的蒲公英 好 我们大家抬头 往前看 先来读一读这上边 老师给你出示的词语 你能不能读准确 蒲公英 蒲公英 预备 蒲公英 蒲公英 盛开盛开 玩耍玩耍 叫喊叫喊 哈欠哈欠 钓鱼 钓鱼 而是而是 观察观察 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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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有趣 喜爱喜爱 睡觉睡觉 好 尹聪语 你自己来给大家读第一行 蒲公英 蒲公英 盛开盛开 玩耍玩耍 叫喊叫喊 好 第二行 小树 哈欠哈欠 钓鱼 钓鱼 而是而是 观察观察 好我们来看第二行的第一个词语 大家一起来读 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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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第三行 杨阳 合拢 合拢 有趣有趣 喜爱喜爱 睡觉睡觉 睡觉 真好听 请坐下 这回难度加大了 拼音都没有了 注意这些红色的生字 我们一定要读准确哦 齐读一遍 蒲公英 蒲公英 预备 起 蒲公英 蒲公英 盛开盛开 玩耍玩耍 叫喊叫喊 哈欠哈欠 钓鱼钓鱼 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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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有趣 喜爱喜爱 睡觉睡觉 好我们男同学一个词语 女同学一个词语 比赛 谁的声音响亮 而且正确 蒲公英 蒲公英 预备 蒲公英 蒲公英 盛开盛开 玩耍玩耍 叫喊叫喊 哈欠哈欠 钓鱼钓鱼 而是而是 观察观察 合拢合拢 有趣有趣 喜爱喜爱 睡觉睡觉 好了 那咱们现在呀 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看看蒲公英 能飞到哪里去 我点一个你们快速的读 准备好了 耍耍耍 耍耍耍 耀耀耀 鸣鸣鸣 倩倩倩 倩倩倩 真好 龙龙龙 扑扑扑扑 扑扑扑 这些声字我们能读准确 下面呢有要求我们会写的声字 你能不能先读准确呢 好 来每个声字读三遍 扑扑扑 预备 预备 预预 盛盛盛 耍耍耍 喊喊喊喊 倩倩倩倩 吊吊吊 吊吊 啊啊啊 茶茶茶 隆隆隆 去去去 洗洗洗 睡睡睡睡 好 谁来当小老师教大家一遍 谁来做小老小语 柯 hazards 扑扑扑 盈盈盈盈盈盈盈 сиг 茶茶茶,茶茶茶, 隆隆隆,隆隆隆, 去去去,去去去, 洗洗洗,洗洗洗, 睡睡睡,睡睡睡, 读的声音非常响亮,而且准确, 那现在我们要把声字按结构分类, 同学们快速地看一看,都有什么结构的? 谁看出来了,有什么结构的? 有,左右,有上下, 还有,有毒体字, 还有,半包,真好, 那我们上下结构的字来说一说都有, 还有, 好,那左右结构的字有, 还有 吊吊吊吊吊, 隆隆隆, 睡睡睡, 毒体字有, R, 那半包围结构的字有, 去去去, 那好,那这些字到底我们该怎么写呢? 我们跟着电脑老师一起来学一学, 写一写, 蒲, 蒲公英的蒲, 它是上下结构, 草字头, 我们来伸出你的小手指, 一起来写一写, 横竖, 树点点提, 横竖, 横折钩, 横横竖点, 这次不要再出错误了, 我们一起来, 预备, 起, 好的, 它可以组成哪些词语呢? 我们来读一读, 蒲团, 蒲团, 蒲朕, 蒲朕, 蒲葵, 蒲葵, 蒲草, 蒲草, 蒲尾, 蒲尾, 香蒲, 香蒲, 蒲公英, 蒲公英, 石昌蒲, 石昌蒲, 蒲柳之姿, 蒲柳之姿, 哎, 这些词语可真多呀, 我们再来看看鹰, 我们来看看鹰, 这个非常简单, 我相信同学们, 一定自己会写, 我们来写一写, 来, 好,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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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折, 好, 铁, 那, 好的, 这个非常简单,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中央的秧, 做词, 我们可以来写, 我们可以来写, 英俊, 英俊, 英寸, 英寸, 英豪, 英豪, 英魂, 英魂, 英年, 精英, 精英,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英姿, 萨爽, 英姿, 萨爽, 真好, 我们大家读的都特别准确, 再看这个盛开的盛, 它是上下结构, 敏字底, 上下结构, 敏字底, 我们来写, 第一笔, 我们来看看第一笔是, 横二, 写, 三, 横折钩, 四, 猜猜是哪一笔, 斜钩, 对了斜钩, 斜钩完了以后呢, 再来写, 点, 最后是, 敏字底, 横折, 竖, 竖, 一长横把它给拖住, 好的, 我们能不能快速的写一遍, 能, 我听听能听到谁的声音, 来疏空它了啊, 预备, 起, 横, 撇, 横折钩, 斜钩, 撇, 点, 竖, 横折, 竖, 竖, 横, 好的, 给它组词, 看看, 这么多, 我们先来读, 圣,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的是什么, 圣, 圣开的圣, 读圣的时候可以组词, 圣情, 圣情, 圣庄, 圣庄, 圣产, 圣产, 圣大, 圣大, 圣点, 圣点, 圣会, 圣会, 圣开, 圣开, 圣事, 圣事, 昌圣, 昌圣, 凡圣, 凡圣, 丰圣, 丰圣, 茂圣, 茂圣, 圣极一时, 圣极一时, 九复圣明, 九复圣明, 圣衰容辱, 圣衰容辱, 但它还有一个读音, 我们大家原来学过, 圣, 在这个泼水节那一刻我们学过, 是吧, 难忘的泼水节有, 圣, 圣水的银碗, 在这里, 读圣的时候可以组词, 圣饭, 圣饭, 圣气, 圣气, 圣水, 圣水, 能记住吗? 能,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耍字, 谁能来说一说这个耍是什么结构的? 上下结构, 上面是我们学过的什么字? R写的R, 下面呢? 女, 对, 女生的女, 上下结构, 我们来写的时候, 先写上面那个R, 伸出小手指, 横撇, 树, 横折勾, 树, 树, 撇扁, 撇, 横, 非常好, 作词, 耍滑, 耍滑, 耍赖, 耍赖, 耍弄, 耍弄, 耍笑, 耍笑, 玩耍, 玩耍, 吸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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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读, 吸, 吸吸的吸, 吸耍, 这个还可以组词, 吸耍, 你看他组的词, 多多呀, 喊叫的喊, 左右结构, 狗字旁, 我们肯定会写这个字, 好, 伸出小手指, 我们来写一写, 树横着, 好, 好, 撇, 好, 树横着, 好, 血都撇, 点, 对了, 最后右上角那个点呢, 一定是最后一笔的点, 好, 我们来给他组词, 主词, 哭喊, 哭喊, 喊叫, 喊叫, 摇旗呐喊, 摇旗呐喊, 喊冤叫蛆, 喊冤叫蛆, 好的, 再学一个最最简单的什么字, 签, 签字, 它是上下结构, 我们来写一写, 特别简单, 来写, 撇, 好, 好, 它可以组词是, 欠债, 欠债, 奢欠, 奢欠, 欠缺, 欠缺, 欠安, 欠安, 欠身, 欠身, 打哈欠, 打哈欠, 欠妥, 欠妥, 亏欠, 亏欠, 拖欠, 拖欠, 对, 这个最最简单的字, 主词也不少, 钓鱼的钓, 你看看什么结构, 左右结构, 金字旁, 右边是个什么字, 勺, 勺字的勺, 我们都会写, 那么快速的来数捧一遍吧, 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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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皮, 铁, 行折钩, 捡, 最后一笔, 点, 它可以组词, 读, 钓杆, 钓杆, 钓钩, 钓钩, 垂钓, 钓钓, 孤鸣钓钓钩, 孤鸣钓钩, 我们大家认识的字可真多呀, 再看而且的而, 而且的而, 读体字, 写的时候第一笔是, 横, 二是, 撇, 竖, 横折钩, 竖, 竖, 看这两个竖在写的时候, 短一点, 不要出来那个框, 好, 它可以组成什么词语呢, 大家来读一读, 真不错, 看这个茶字, 结构是上下结构, 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地方, 它的笔顺, 我们一定要注意, 点, 点, 横钩, 这个不难, 宝盖头我们都会写, 接着, 撇, 横撇, 然后是点, 里边的两点, 然后是, 横撇, 然后最下面是, 表示的是, 横, 树钩, 在树中线上, 点, 左点, 右点, 好, 我们快速的来写一遍, 点, 横钩, 横撇, 点, 横撇, 那, 横, 横, 树钩, 点, 点, 它可以组词, 来, 查看, 查看, 查验, 查验, 视察, 视察, 观察, 观察, 寻察, 寻察, 见察, 见察, 惊察, 惊察, 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 查查而明, 查查而明, 明察暗访, 明察暗访, 明察秋毫, 明察秋毫, 真不错, 这个字比较简单, 左右结构提手旁, 右边是个什么字, 笼合起来, 就是和笼的笼, 我们快速的来写一遍, 横, 横, 树钩, 提, 横, 撇, 撇, 树钩, 撇, 点, 刚才有人出错, 这次不要出错了, 再来, 横, 树钩, 提, 横, 撇, 树弯钩, 撇, 点, 好的, 它可以组词, 靠楼, 靠楼, 聚楼, 聚楼, 拉楼, 拉楼, 合楼, 合楼, 收楼, 收楼, 归楼, 归楼, 真不错, 有趣的去, 半包围结构, 走自旁, 里面是一个什么呀, 取如来的取的变形, 最后一笔, 对吧, 我们来写一写, 快速的写吧, 好, 我看看谁的声音响亮, 横, 树, 横, 树, 横, 撇, 那, 横, 树, 树, 横, 横, 提, 横, 撇, 撇, 对了, 最后一笔是点, 我们可以组词, 趣味, 趣味, 乐趣, 乐趣, 智趣, 智趣, 智文, 智文, 相应成趣, 相应成趣, 好的, 喜, 我们来说喜, 上中下结构, 上中下结构, 上面是一个战士的, 是, 下面中间是一个, 豆子的豆, 去掉一横, 下面有一个什么呀, 口, 张开大嘴, 喜, 好, 我们来写一写, 好, 树, 好, 树, 横着, 好, 第二, 第二, 好, 树, 横着, 好, 好, 这个我们不难写, 是吧, 喜, 注意, 第二笔, 喜, 第二笔的横是最短的, 第二横, 第二横的横, 第二个横是最短的, 第三个横是最长的, 这么多的横,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我们来给他主词, 读, 喜抱, 喜好, 喜好, 喜欢, 喜欢, 喜剧, 喜剧, 喜劝, 喜劝, 喜训, 喜训, 浩大喜功, 浩大喜功, 沾沾自喜, 沾沾自喜, 喜闻乐见, 喜闻乐见, 欢天喜地, 欢天喜地, 好, 最后一个字, 睡, 什么结构, 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 对了, 眼睛闭上, 睡觉了, 那它右边是一个什么字呢, 垂, 垂落的, 垂, 好, 我们来写一写, 树行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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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行, 树行, 树, 树, 横, 横, 看右边这个锤, 我们原来学过, 怎么写才好看啊, 我们来组词, 读, 睡梦, 睡梦, 睡眠, 睡眠, 睡觉, 睡觉, 睡意, 睡意, 安睡, 安睡, 沉睡, 沉睡, 昏睡, 昏睡, 瞌睡, 瞌睡, 入睡, 入睡, 熟睡, 熟睡, 午睡, 午睡, 睡眼轻松, 睡眼轻松, 好的, 这些生字啊, 我们都学完了, 那现在同学们, 拿出笔, 拿出你的作业本, 我们在作业本上, 每一个生字, 带着拼音, 写一个, 注意, 头正, 伸直, 避开, 足平, 还有, 我们握钢笔的时候, 笔握一寸, 两个手指一条缝, 要对住钢笔的笔尖, 然后再次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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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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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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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字我们都写完了 相信同学们一定显得正确 规范很美观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本课里边的一些词语解释 我们把这五个词语来读一读 读 假装假装 观察观察 合拢合拢 引人注目 引人注目 一本正经 一本正经 好 那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词语的解释 哪一个词语的解释 是假装 谁能找到假装是什么 芽芽 真准确 真不错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假装的意思是 故意表现出一种动作或姿态来演示真相 好 观察的意思是什么 晨晨 仔细查看客观事情或现象 真不错 请坐下 这是观察 那么哪一个是合拢呢 大家一起找 合到一起 合到一起就是合拢 那引人注目的意思是什么呀 吸引别人的注意 使人把视线集中在异地上 好 那我们启读出来 什么是引人注目 意思就是 吸引人的注意 使人把视线集中在异点上 使人把视线集中在异点上 那不用说 一本正经的意思就是 形容很规矩 很庄重 嗯 好了 这节课 我们读了课文 学习了生字 又理解了词语 那么下节课 我们来学习这篇课文的课文内容 好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课 起立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好 感谢观看